智慧叔 智慧叔 咋了呀 他们让鬼骨子开群体隐身 和开挂一样没法打呀 来用范围杀害打他们呀 我没有啊 要送你呀 我冲 这么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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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啊 我是善门大叔 智慧叔又给了我一个新宝宝 开尾四四 哇哦 这家伙看着也太厉害了吧 回向五个方向进攻 能量消耗 五百 我去 怎么这么贵 因为厉害 所以贵呀 是吗 那我试一试 先看看伤害到底如何 哇操 这玩意儿有点厉害呀 直接秒杀一片 还有穿透伤害 嘿嘿嘿嘿 这下我可以了 这次开局应该和上次一样 直接从财文几何点围 这人留细节 就是先踪前三排 需两路直接放退车 彻底安全后再补上去 这样是他隐身僵尸大军来起前 算是绝对安全的 接下来只需要的 就是现在 上吧KV四四 就是这个家伙是吧 所有人给我一起上 我去 玩这么大 在一个盾三放在前面保着 嘿嘿嘿嘿 没用的 全军出去 这也太卑鄙了吧 不过 你能偷取我的KV四四吗 我去 这玩意儿拦着 根本过不去呀 没错 就算你让你 mega 我们偷我的植物 只需要补上就好了 chch 现在知道我的可怕了吧 现在的我 就是无敌的 是吗 但是 我要是偷了你的KV四四呢 毕竟 这玩意五百一个 偷了 你还能再做一个吗 我操 竟然被你发现了我的弱脸 哈哈 工门给我上 无敌的我 又一路了 肯定啊 怎么一到关键的时候就掉链子啊 嘿嘿 你敢说要偷谁 看我 我还会回来的 这算是险胜吧 开胃试试虽然厉害 但是确实有这个问题 小伙伴们 知道如何解决吗 这才平衡发生哦 最后别忘记 参加点赞支持一波 请不吝点赞支持一波